就是想說貼天救這個問題 我想大家可能會不會在7月中 大概6月左右,已經有朋友跟我提出 說到 外面有地方都開始做宣傳,有廣告 三伏天救的問題 我想這樣告訴大家 有些朋友可能都覺得 什麼叫貼天救呢? 為什麼有些人聽到 三伏天救 有些人有時聽到三九天救 為什麼名字好像有點不同 或者是一樣東西 其實是這樣的 在中醫的 做法 一年之中其實是有兩次貼天救時間 一次是在夏天,一次是在冬天 夏天那次是選擇 看歷法 在夏天最熱的那段時間 貼天救 如果是冬天 就在一年之中最冷的那段時間貼天救 夏天的那段時間貼天救 它叫法是三伏天救 夏天那次叫三伏 冬天那次叫三九天救 那當然 如果再深究下去想明白多些什麼三伏 三九 來源 歷史 其實是網上很多的 我覺得也不需要在這裡再浪費時間 講那些 知識 那些大家其實上網看到的 但是我最主要就是想說回 我現在看到 遇到你們問我問題的那些 覺得你們還有一點 可能差一點點的概念 不是很清楚 我就想說回 現在呢 現在正在七月 今天七月十二日 我這裡根據貼天救的那些歷法 就 在 七月和八月用顏色那裡標示了 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看到有五個顏色在這裡 五個顏色其實代表什麼呢 其實有五個階段 每一輪的遇救的時間 都有五個階段 坊間一般外面 起碼都要求別人貼三次 就是最下面這裏 中間這三個顏色這段日子 每一個階段貼一次 一前一後 這裡 他們叫預備貼 頭那個 最後那個就是加強貼 其實意思 基本上是 貼三次 基本上是足夠 效力的 有些人當然會覺得 我想加強一些效果 是不是可以貼多一點呢 現在有些人會 會有四次或者五次的貼法 好了 剛才就說了 貼天救現在就 剛剛是七月 剛剛是開始了貼天救的時令 變成 這個時候 大家都可以感覺到 其實 天氣 是非常炎熱的 其實是對的 因為 他用歷法計算到 這個時候 一年之中 是最熱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 貼天救的 天救是甚麼來的呢 天救呢 其實他 好像貼藥膏 有些貼那些 藥膏 變成 裡面有些中藥調製 那些中藥的意思 其實是有 溫通經絡的作用 最主要是刺激你的穴位 在裡面 雞兒膏 你的經絡 人體之中 有那麼多經絡 那麼多穴位 是不是貼哪裏才夠 或者應該貼哪裏呢 其實就是 當然是因應 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但是 其實主要作用 是 增強你的體質 加強你 鞏固你的身體 健康 當然 有些穴位 基本上 其實 個個都貼的 都要貼的 一邊按 加入 OK 當然 我們後面 頸後面 大椎 肺 心 穴位 其實是必貼的 一般人都會用得著 貼得到 當然 有些根據每個人 自己本身的體質 需要 用來再貼其他 的穴位 可能有些腸胃 一般的 平時 吃少少凍東西 或者寒涼東西 都會覺得 腸胃很不舒服 那些 其實是 腸胃問題 其實就因應 每一個人的 情況 是再分貼在哪裏的 好了 現在是夏天 這個時候七、八月 OK 剛才是三伏 天舊 三伏 叫法 冬天的時候 他叫三狗天狗 其實他的作用 為何是 要最熱的時候 最冷的時候 才來貼 其實他的道理就是 你有些病痛 或者你本身身體的問題 剛剛正正 在冬天的時候 然後 就加強你的身體 調理你的五臟六腑 而在夏天的時候 反而在 夏天的時候 最熱的時候 所以他這裏 他有個名字 也這樣叫 冬病夏治 有些病例 比如你 鼻敏感 天冷的時候 北風吹過 或者 冷到你的鼻 其實不是很不舒服的 平時是多黑癡 是不是 好了 但他就在現在 反而在天熱 現在夏天最熱的時候 去刺激你的穴位 從而增強你的體質 以中醫的角度來說 貼天舊 是不是一年貼兩次呢 或者貼一次又可以 其實他們的說法 就是他們的概念 因為一年有兩次貼的機會 最凍冬天和最熱夏天的期間 一年兩次 其實是三年唯一一個基本的療程 即是一年貼兩次 三年 即是六次 冬夏、冬夏、冬夏三年 即是貼六次 為一個基本療程 有些人也問過 是否什麼人都貼得呢 或者幾大年紀 有沒有睡的呢 這樣 好了 通常中醫界的說法 其實三、四歲小朋友 開始都可以貼得 當然嬰兒子不會跟他貼 因為身體還是很幼嫩 但是老人家 其實沒有什麼說 幾大年紀不貼得 沒有什麼說法 但是 亦都因應每個人 自己本身的情況 有些人可能是 皮膚是很敏感的 或者他是不能受 當然我剛才應該再加上說 有些人貼 那些天舊 有部分人 小部分人 他的反應就是 譬如貼在這裡 他這一部分可能會覺得 很癢 癢癢 好像很不舒服 或者有些人發怯 尤其是現在是夏天 你自己平時 就算沒有貼到你的身體 可能天氣的問題 你都會覺得熱 這是會的 正因為他的藥 其實是有 一點刺激作用 是真的要刺激你的穴位 有些甚至 可能去到一點微紅 紅紅的 好像 小小發炎 紅紅的 或者甚至去到小小 好像有個 起泡 其實也是OK的 當然 有些人看到這個情況 起了泡 好像覺得 很大件事 是不是有些問題 不行 其實 這個也是很恩人而言 如果你覺得 還可以忍受 我的建議也是 你儘管也有它 不要那麼快撕掉它 因為它始終在你的 穴位 正在做事 它正在刺激你的穴位 也有些人想知道 我貼了下去 要貼多久呢 是不是一天 24小時 貼在這裡 或者貼幾天呢 我記得上一次 有一個朋友 他都很 可能 他不知道 可能不清楚 他去到晚上洗澡 全身都濕了 脫了下來 不會黏得那麼緊 脫了下來 他就說 我洗澡了 抹乾身後 把那塊 天灸貼 又貼上去 其實 不用這樣 我首先講到這樣 因為人體基本上 由早上起床後 開始 人體是昇陽的 因為你經過一晚的時候 你的陰氣 就會多眠來了你 好了 到上周 起床後 你開始 人體 開始昇陽 其實我 我自己 或者大部分 這一方面的人 都會建議 其實在上咒貼 效果比下咒貼好 因為借助 你的人體昇陽的時候 繩著勢一直升溫 效果會更加明顯 我們也很少夜晚 夜晚貼 因為夜晚始終陽氣已經過了 然後陰氣就出了 變了是夜晚 講到這裡 我醒來又衍生了一個問題 有些人可能日休息 你不要說上午 早上七八點 或者六七點 已經起床 趕著上班 出門 一路可能 一路做 做到夜晚 可能六七點 才收到工 七八點 其實那時候已經入黑了 剛才我不是說的 是不是 上午當個效果 上午貼 比下午貼 是 沒錯 但是 基淵 他又要因為限制這些日子 貼的效果 是最好的 變了 如果你真的夜晚 才收工之後 黃昏後 才有機會貼的 亦都貼一下 當然 你預計的效果 當然沒有在上午 那麼好 上午 正午 正午十二點前 變了 如果你夜晚那些 你都可以貼的 變了 效果當然是打了折扣 這是 是無可置疑的 OK 就 好了 每一天 你上午貼了 我當你上午10點貼了 那怎麼辦 接著到什麼時候 貼到什麼時候才撕呢 好了 好了 基本上 如果我自己的建議 我自己的建議 我自己 如果你貼了之後 如果你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大問題 又不是很癢 又不是很癢 又沒有什麼特別不舒服的 我建議 你可以貼七、八個小時 儘量 儘量 儘量將那些藥力 滲透多一點 當然你要計算 你晚上洗澡 一個小時左右 你就可以撕了 撕了之後 讓他休息一下 再回復 你才去洗澡 是吧 當然 剛才說七、八個小時 有些人不是的 我身邊有些朋友 他也是的 貼完之後 已經覺得 很癢 很癢 很不舒服 好了 當你是這樣的時候 你自己因應自己的情況 可能兩、三個小時 或者三、四個小時 我知道外面坊間 有些人都教是 四、五個小時 三、四個小時 已經差不多了 尤其是小朋友 小朋友因為皮膚 皮膚是亂一點 可能貼著東西在這裡 有時候會覺得不舒服 這兩年我記得 有一家人 他貼其中一個是小朋友 大概是十四、五歲左右 我確實不知道 他貼完第一次、第二次來 我都特別問多一下他 你貼完之後 你覺得不可以有些什麼 他說 又不是 沒有什麼 要貼的 叫人一樣泵泵跳 年青人、小朋友 當然是 那些不妨貼久一點 那些不妨貼久一點 但是你 基本上的概念 大致上 你就預算 兩、三個小時 三、四個小時 這樣就可以了 尤其是你第一次貼的時候 你也要給他適應一下 先喝點水 因為我今早去打了第一針的復必泰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沒什麼特別不妥 不過現在可能真的說話說得多 好 剛才也說到的 我記得 它是貼天救的作用 主要加強你的體質 調理你的慢性病 好 其實有些 一般上 我記得有些朋友都問過 他有時候 我是這樣的問題 貼不貼得呢 我是這樣的問題 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 我 其實這個作用 因為它是鞏固你的體質 因為在中醫的講法 其實它的道理很簡單 什麼的病 什麼的不舒服 其實都是經絡堵塞 引起的 經絡堵塞 講出來好像 E4這邊很專門的名詞 但是譬如說 我血氣不好 或者什麼 大家要異明 是不是 好 好了 因為它是鞏固你的體質 譬如有些人 我其實近期遇到一些 其實朋友都說到這些問題 譬如 頭髮有時候 有點暈暈的 其實它不是說暈低的 是覺得有點暈暈的 或者有時候 輕微頭痛的感覺 其實它主要 很多時候 我們覺得 當然我們要 實際情況 跟它 看到 或者 檢查過才知道 其實 很多時候都是 肩頸這個問題 出現 先的 肩頸什麼問題呢 其實是僵硬了 現在大家可能都知道 因為今時今日 很多人的生活習慣都是 靠下頭看著手機 這樣靠下 後面 頸後面 就是經常 燈行 因為頸後面 其實它有個弧道 那個弧道 譬如這個是 因為經常靠下頭 要看手機 或者做事 做案頭的工作 變成 頸是這樣 我做得誇張了一點 有個生理弧道 正常的生理弧道 它變成這樣 扯行後面 頸位 這裏 後面這裏 經常扯住 變成這裏 緊張了 肩頸 肌肉 肌群 變成 就形成 它的血 在心臟 泵出血 沒有那麼滅上 到腦子 變成問題 開始就出現 更嚴重的 持一步 跟著兩邊 肩膀 都開始有 放射性的痛 很多時候 我跟朋友 跟他 摸摸他這裏的肩頸 兩邊這裏 其實是痛的 還有鎖骨 一下手碰一下 這裏已經喊痛了 其實主要的問題 就是因為 肩膀下不通 變成肩頸 是崩了 源頭 是在這裏 甚至有些肩周炎 其實都是由這裏開始 加上 平時 因為 我還想說一說 很多時候 因為人體 很多時候 是受了寒 平時受寒的機會很多 我們 例如睡覺 有些穿 沒有薄衣 或是蓋子 或是蓋子 去到半胸 都會凸出肩膀 而且很划算 肩膀 尤其是天中月 後面 是很容易入寒氣 而且更加划算 寒氣入了身體之後 它是不會出回來的 沒有那麼容易出回來 你不是說清掉那些垃圾 清掉那些寒氣 清掉它出來 變成不寒 沒有肩膀 疼痛的問題 很多時候 因為 尤其是天中月後面 這邊 很多時候也是 平時 他們不察覺的 因為 沒有觸碰到它 通常 人家也不會這樣觸碰 但我們一觸碰下去的時候 就 喊的了 有些 一下手 這裡就已經喊了 主要是因為 寒氣積聚在這裡 而且 整個肩膀只有這個位 佔的比重很大 你那個疼痛 那個 冤痛 那個情況 在這裡 真的很大 但是 很多時候 在這裡 做手腳的時候 它真的幫得很大 真的可以清掉 寒氣 而且因為你寒 人家已經寒了 變成 這裡痛 是不是 好了 它還不止 只是在這裡痛 你 攪來攪去你的肩膀 有些都不容易 真的可以復原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它的小腸經 其實是受了寒 通常這些人 通常有多一個現象 例如 下面這裡 他 吃了一些生冷的東西 或者喝冷的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 他肚子是不舒服的 所以肩頸這個問題 就牽涉到小腸經 要處理 它 如果 這些情況 如果它貼偏夠 我們除了在肩膀 這裡 跟它貼 其實 前面的鍾管 那些穴位 我們都會 跟它貼 所以 剛才一開始 說 貼偏夠 是不是 貼的地方 是否有各個一樣的 貼那些穴位 貼的地方 是 是 因人而異的 而且 在我們來講 如果是女士的話 我們跟它腳下的三陰膠 都會 這個鏡頭 要再移一移位 看看可以不可以 下面這道三陰膠 我們通常都會跟它 再加進去 在這裏 在中醫的角度 很多病 很多不舒服 其實都是因為 經絡於道 好了 還有 加上一個問題 我們這些 人到中年 中年人士 普遍都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 肌肉流失 肌肉流失 全身都在流失 當然是 譬如 這裏有比較厚 那裏沒有那麼結實 通常人們覺得 有問題 出現的問題 你會感覺到 在你的腳那裏 而且還是膝蓋 因為現在我們兩隻腳 是承受你整身的重量 例如你走路的時候 承受著你上身的重量 肌肉流失在大腿 其實 它流失了之後 它就影響到你 膝蓋那裏走路 有些人開始感覺到 不對勁 好像有點異樣 有些 痛 對吧 除了肌肉 你的腳痛 除了你的肌肉流失 影響力之外 其實這次 醫學上已經證實了 就是你的 臀部後面的 外旋肌 其實是影響著的 和你的腳膝頭的痛 在這裏 在這裏 就是在這裏 附近 很多人 經常覺得 腳痛 其實剛才說 屁股這裏的外旋肌影響 我們甚至有些叫做 膝蓋肌 膝蓋肌如果跟著 繃緊 膝蓋肌為什麼會繃緊呢 很多時候都是跟你的身體的虛寒有關係 而且你的血氣不通的時候 就變成繃緊了 繃緊了 拿緊了神經線 你動到它 它就會覺得會痛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跟它們在後面 我們普通叫做屁股 屁股 我們叫做橫跳躍 在那裏跟它們去攪拌 現在我就想說回貼天舊 其實我就 很推薦 其實 天舊 大家都應該去貼 一來 其實除了特別的人 有些人覺得 有癢 有癢 不舒服 那個女人之外 一般人其實我覺得大部分人都OK的 都是沒事的 它也不平時 貼在皮膚上 貼在皮膚上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令你有些 阻礙你 或者覺得令你會有什麼 特別的 只不過你當平時保健 養生的心態去想 其實是不錯的 這些都是幾千年歷史 這些在我們中國 是不是 其實是 覺得 都推薦的 我也覺得是 啊 運事 會 有些人 有些人 負擔 健碩